在传统丧礼中,既与殿看似相似,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礼仪区别,如果混淆了这两个概念,不仅容易在严肃场合闹出笑话,更可能被视为对侍者和家属的不敬,究竟既与殿有何不同,他们分别代表了什么样的仪式和情感表达,这些细微但重要的差异背后,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传统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在商朝的甲骨文中,纪和殿这两个字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征程,纪字的原始形态描绘了一个人手持久肉,供奉神明的场景。 左上方是一块鲜肉,右上方是一只手的形状,下方则代表桌子,这个字形生动地展现了古人祭祀时的情景,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敬与敬畏,这种图像化的表达方式不仅记录了古代的祭祀仪式,也为我们理解早期中国人的宗教观念, 提供了宝贵的线索,而殿字的甲骨文形态则描绘了一个酒坛被放置在基座上的画面,上半部分是酒坛,下半部分是基座,整体表达了致放祭品以祭祀鬼神或死者的含义,这个字形直观地展现了古人已久祭祀天地神灵。 列祖列宗的习俗,殿字的出现,揭示了古代中国人对生死的独特理解,以及他们试图通过祭祀仪式与逝者保持联系的愿望,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丧葬礼仪,在那个远古时代,仙民们对天命和鬼神充满敬畏,祭祀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通过这些仪式,他们试图与神灵沟通,祈求保佑和祝福,这种文化传统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,影响着后世的发展,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祭祀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行为,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传承的方式,它维系着家族的团结,强化着社会的等级秩序,同时也成为传播知识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,随着时间的推移, 既和电这两个字的形态也在不断演变,到了西周时期,经文的出现使得文字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,祭字的下半部分演变为实,增添了祭台的意味,更强调了祭祀活动的神圣性,这一变化反映了西周时期理智的发展和完善,祭祀活动变得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,同时,这也表明了文字在记录和传播文化中的重要作用。 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,更是文化演变的见证者,东汉时期,秘书的成熟标志着汉字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,祭字的写法被固定下来,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样子,电字也在这个时期简化为现在的形态,上半部分的有代表酒坛,中间的横线象征地面。 下方的两点则代表酒液低落的过程,这种简化不仅使得文字更易书写和识别,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演进,隶书的出现,标志着中国文字系统的成熟。 为后世的书法艺术奠定了基础,这种演变过程不仅仅是文字形态的变化,更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传承中的与时俱进,每一次变化都是文化积淀的结果。 也是文明发展的见证,从甲骨文到经文,再到历书,这两个字的演变历程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适应性,它们像是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。 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串联起来,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,同时,这种演变也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,他们在保持文化核心意义的同时,不断优化文字形式,使之更好的服务于社会需求,随着文字的规范化。 在古代社会,祭祀活动也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礼仪,在古代社会,既主要用于庄重、神圣的宗教仪式,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敬畏和崇敬,人们在重要节日如春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,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,宰杀牲畜,将肉品摆上祭台。 以表达对先祖的崇敬之情,这种祭祀活动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,更是古代社会维系秩序,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,通过这些仪式,人们不仅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, 也强化了家族和社会的凝聚力,传递着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,电字则更多地用于葬礼和追悼会中的悼念仪式,在亲人去世后,家人会在灵堂前摆放祭品,用电字表达对侍者的悼念,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语言上,也反映在仪式的细节中,保持了传统文化的严谨和神圣,电字的使用,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慎中追远的观念,及对侍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。 这种仪式不仅是对侍者的告别,也是对生者的教育,提醒人们珍惜生命,尊重他人。 祭祀活动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,更是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通过这些活动,人们建立起祠堂或宗祠,传达对祖先的敬仰,同时也巩固了家族的凝聚力。 这种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,成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一部分,祭祀文化还促进了艺术和文学的发展。 如祭文、祭祀音乐等,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,同时,它也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部分,统治者通过祭祀活动来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合法性。 在现代社会,祭和电这两个字的使用虽然有所简化,但其核心精神依然保留,祭字多用于宗教仪式和重大节日的祭祀活动,如祭祖、祭神等。 而电字,更多出现在葬礼和追悼会上,如灵堂和棺材的柴头上,都会有大大的电字,表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尊敬。 这种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,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性,同时,它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真实,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寻找文化认同和精神寄托。 正确使用这两个字,不仅能避免社交场合的尴尬,更能体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。 在春节、清明节等传统节日,人们仍会在祭台上摆放供品,举行祭拜仪式,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祈求。 这种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,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性。 它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,也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调和,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与传统文化联系的方式。 这种文化实践也成为了维系家庭关系,传承家族历史的重要纽带。 同时,随着社会的发展,这两个字的应用也在不断创新。 例如,在一些公共纪念活动中,记和电常常被用来表达对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的纪念。 这种创新性的应用,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,又赋予了这些字新的时代内涵。 在数字时代,记和电的概念也被引入到网络空间,如网上祭拜、虚拟纪念馆等。 这些新形式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,焕发新的生机。 同时,这两个字也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、艺术设计等领域,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融合的桥梁。 记和电这两个字的演变历程,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变化,更是中华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缩影。 通过这两个字,我们可以窥见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,它们就像是一面镜子,反射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。 这种文化传承不仅体现在仪式和习俗上,更深入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,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每一个汉字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。 通过汉字,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独特的韵味,还可以领略到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,汉字的强大表达力,使得中华文化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,与古人对话,感受他们的情感与智慧。 这种文字系统不仅是交流的工具,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,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,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,通过研究汉字,我们可以探索古人的思维方式,了解历史的变迁,感受文化的演进。 同时,中华文字也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推动文化的不断创新和传承,通过对这些字的学习和理解,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。 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,汉字的艺术性也为中国传统艺术如书法、篆课等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,这些艺术形式又反过来丰富了汉字的文化内涵。 在现代设计和创意产业中,汉字元素的运用也成为展现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方式,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。 在全球化的今天,中华文字通过翻译和传播,走向了世界舞台,这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,也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,意义生辉,继合电这两个字的故事。 正是这种文化魅力的生动体现,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,汉字文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,许多国家开始将汉语纳入教育体系。 汉字文化成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,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,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了贡献。 既语电,看似一字之差,却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,它们不仅是文字的演变,更是文明的传承,通过这两个字,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强大生命力,在未来,让我们继续传承和创新这份文化遗产。 使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,婚丧嫁娶是从古至今人生的大事,它们贯穿了人的一生,是人在世界上的旅途由开始,到鼎盛,再到结束的历程,因此,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,都十分地重视,得益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。 即使长辈过去之后,也依然会得到亲友后代的祭奠,每逢清明,中原,街头上燃烧的纸钱,便承载了家人的哀思与前程,咱们在用仪式纪念已经去世的人时,都会用祭奠二字,实际上这两个字可大有来头,在过去祭与殿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。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,二者逐渐地融合在了一起,平时大家在使用这两个字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太多,但是若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搞错了两个字之间的意思,那可就容易闹出大笑话。 祭最初的意思就是指祭祀,在商代出土的甲骨上便有最原始的祭字,原始的祭字是上下结构,杂一看像一个人手捧带血的肉类向上天供奉,在之后的朝代祭字也在不断地演变, 并且更加凸显出仪式感,举着祭品的不再是人,而是庄严的祭台。 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,商周上神鬼,所以祭祀的对象主要以信仰的神灵为主,而且祭祀的过程也比较血腥,不仅要宰杀生畜,还会采用人训的方式凸显自己的虔诚,著名的商代民族女英雄富豪是商王武丁的王后,同时也是拥有爵位的祭祀与将军。 他曾经率领军队击败了东渡而来的雅利安人,避免了华夏文明遭遇重创的后果,而为了表示对富好的崇敬,富好的墓葬中不仅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,还有殉葬的奴隶,这些奴隶经过检测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,很可能是被商朝人俘虏的雅利安战俘。 由此可见,既最初的含义没有任何的悲剧色彩,更多的是一种表彰功绩,凸显虔诚的神圣仪式,并且受到祭祀的对象往往也是地位显赫的人或神明,殿字同记字的历史一样悠久。 在商代留下的文字中也能看到原始的垫字,原始的垫字最上面是一个酒气的形状,下方是地面和水滴,代表酒气中的酒水洒向地面,是先祖祭垫的方式。 直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场合保留了这样的仪式,并且垫字也慢慢出现在葬礼上的每个角落,不论是在庄严的灵堂证中,还是有黑的棺木上都能见到这个字眼。 还有一些地区保留了贴垫字的传统,过年和婚假会贴上写着符,洗的红纸,而葬礼上就会换成写着垫字的白纸。 为亲人的离去更增添了几分哀妻之色,这样看来,垫虽然也和祭祀一样是一种仪式,但是垫更具有悲剧色彩,祭垫的对象也往往是人类先祖和去世亲人。 祭垫的仪式中所表达的往往不是向对方祈福,而是表示自己对已经故去之人的哀思和悼念,不过二者虽然细节上有很大差异,但是总体看来仍然有一曲同工之妙,因此也为后世二者的逐渐融合打下了基础。 在先秦时期,祭垫仪式往往是分开而进行,但是随着发展,祭垫逐渐融合,葬礼上不仅要有祭礼,还要有殿礼,一般来说在下葬前举行殿礼,在下葬后则采用祭礼。 原因就是古人信奉灵魂不灭的思想,认为人的灵魂离开肉体之后会继续在冥界生活。 冥界的一切同人间一致,逝者的官国就是他在冥界的房屋远落,逝者的陪葬品也会在他死后继续享用,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在去世后往往特别重视入土为安,如果没有下葬会变成孤魂野鬼,同时达官显贵还会在墓葬中装有大量的陪葬品,这些陪葬品不仅有朱玉青铜,还有生前使用的日常物件。 甚至连马桶这种东西都要一应俱全,美味的食物也是陪葬品的主要构成,马王堆汉木的墓主人是赤后利仓和夫人心锥,心锥夫人的墓葬保存完好,不仅心锥本人失身不服,而且陪葬品也色泽鲜亮,就连盛放在漆器中的藕片和梅子也形状完好,而中国人对饮食十分重视,认为食物是最能显示虔诚的供奉之物,所以不仅要把食物陪葬。 在举行店里和纪里时也都要准备相按,摆放酒水时才供先祖大快朵仪,现在的藏里往往纪里和店里没有那么分明,但是部分地区还是保留了传统,如果你在相应的场合上弄混了二者的名称或者是内容,不仅是会闹得一笑大方,甚至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,落得不尊敬侍者的名称。 当然,纪店也有许多不同之处,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意义与地位,中国是礼仪之邦,自古以来就十分讲求礼仪,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无礼,他们分别为纪礼。 兄礼、军礼、宾礼、家礼,其中纪礼往往是最庄严、最重大的礼仪祭祀,而纪礼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仪式,它往往意味着吉祥、庄重,而兄礼则直接与丧葬有关。 兄礼的本意就是指为了纪念,哀思不幸的事情而进行的礼制,所以既与四在实际意义上一争一反,却相互交流,葬礼上的殿礼在逝者下葬前进行,而下葬之后,殿礼就被既礼取而代之,由悲剧转为了欣喜之事。 这也蕴含了古人对生死的观念,以及对过去释怀的态度,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,它是文明的象征,是强大的代表,五千年的历史底蕴贯穿于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文化不仅体现在婉转悠长的诗词与博大精深的思想中,逢年过节时的一幅对联,一朵窗花,再到一顿美食,一个汉字都能在他们的背后找到泱泱大国的精致繁华。 中国人的浪漫与人生观在古老流传下来的仪式里,心火相传,生生不息,不论你身在何处,内心深处对先辈的崇敬与思念,就如同你与中国紧密相连的血脉那样难以割舍,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最重要的纽带。